Mailfong這個回收紙包飲品的廠 這件事其實就繼續發酵 剛剛也有報導中楚紅十三妹 也有去探訪過 也有講到很多的回收問題 講到政府的安排等等 其實它一直現在只是說 政府環保署那邊回覆的 一直都在說 科技園那邊不續租 其實它一直磋傷 最後限期就去到明年的六月底 六月這樣 還有大概九個月的時間 無論如何不要緊 但是另一方面 其實它就說在屯門環保園那邊 其實就有一間在興建一個大型現代化的 紙張生產設施 2025年啟用 其實本身兩件事沒有衝突 然後它就說要準備給一些安排承辦商 要等招標等等 其實我的問題就來了 其實你說科技園那邊 可能要重新調整一個營運的角度 要收回地方 也不要緊 首先這是一件事 你同一部那邊箱其實是在開一個新的場地 你是準備被人用 你是會準備被人用的 兼且你還要招標 兼且你還要說 你現在環保署就說 那個地方那個大型的設施 可以處理到所有的叫做 紙包飲品的回收盒 這樣說得很大 很厲害 好了 問題就是 其實你本身已經有一間東西在走 那為什麼你不直接把那間東西安排過去呢 你說要公開招標 但是其實你有沒有一些叫做 有沒有一些的方式是可以處理到 或者做一些過渡呢 因為其實你數回你就是2022年 就算你比進你2023年去 你說你6月去要停了 那你說你已經是比進人情 比進了 已經是被他過渡了 被他拆的 那你比進你都是2023年6月而已 其實你還有一年半的時間 你先到所謂叫做2025年 重要就是你是一方面你開了 你開這個招標 但是你又不讓那邊入 但是又不讓那邊繼續做到一個無縫的銜接 那其實你做什麼呢 所以整件事是很奇怪的 你覺得這件事就是這樣嗎 這件事… 你不覺得這件事有人在說謊嗎 不如這樣吧 我再直接… 謊話這方面我就不敢說 但是我覺得很簡單一件事 就是我直接說我的想法 就是你們民間搞的我不給 我要我安排去搞的機構去搞 我就沒有問題了 它其實很明顯是將一些所謂民間 它不讓你由下而上 因為其實很多現在我們所謂的叫做環保發展 我們是上有口號下有行動 其實中間是大家是沒有一個叫做 中間一些叫做處理或者一些叫共識 或者一些互相協調的狀況在這裡 但是永遠就是你有你搞我有我上面做 那好了去到突然之間 定了一下拿回來做 或者其實可能背後有一些機構 是可以政府認為符合他們的資格 然後安排去做的時候 行了 那我撥取了這件事了 那我就可以去撒停你這個所謂的民間 然後去直接說壟斷這件事去做 然後就是現在所謂的2025年屯門那裡 這個就是我在我想到的地方 或者這樣說 因為Mailfong那裡都是我認識的朋友 其實去年的時候他們已經知道政府 你記住 那前提 我想最初政府說出來的理由都不是真的有 我理解的理由就是 因為本身現在Mailfong身處的位置 就是在橫州工業村裡面 他們這個地方是大約 兩年多前租 三年前租 他們設置這個紙的滾桶用了一年 他們預計這個地方起碼用六年 但是誰知道在前年年尾的時候 他們又收到通知 就說不租給他們 沒有說為什麼 直到後來他們就發現 咦 他們的後面 就是Mailfong後面 就在建一幢大樓 那幢大樓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那些數據中心 那個數據中心的設計 就很浪費 外場就很美觀 你遠遠就已經覺得這東西不簡單 但是它旁邊正正就是Mailfong的廠房 某程度上 這東西放在一起 很明顯Mailfong的廠房是不行的 因為它是工廠 找一些坑鐵板搭出來的工廠 那怎麼會是英俊 OK 日日還要吵很多 因為真的 你知不知道那些回收紙 他們要怎樣做 他們收了那些紙回來 如果是飲品 他們首先要找一部機 有一部針機 捕穿了所有的飲品 倒了飲品出來 然後才把飲品 丟進輸送帶 就捲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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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那個攪拌機 就將那個攪拌機 那個攪拌機的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將紙和膠分離 是很吵的 而且因為這些紙張本身裝一個飲品 沒有經過清洗沒有經過消毒 所以那個廠房是很臭的 因為我進去 我見識過有多臭有多污臭 OK 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冤崩難臭又灌灌灌 搭配搭去這個Cyber的數據中心 就非常不搭配 所以他們那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收到一個不逐租的通知 計算而發生的就是不停地說沒有答應他們租六年 那些說法都出來了 如果你不是租金 你不是跟人說過要有六年租約 人家會不會擺成一個千萬在那個地方 對嘛 你計算擺成千萬你只是用到三年 一千萬除三年就是三十六個月 我們又計算這個數 我經常計算很差 一千萬除以三十六個月 每個月差不多要用二百七十萬 什麼二十七萬加零 在這樣的情況下 每個月那間公司要用二百七十萬倒貼那間公司 怎麼都不可能 他們賺的錢也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自己不相信老闆這麼傻 他們玩三年就用一千萬去做這件事 是怎麼計算都不適合 但是現在政府就大石窄死鞋 突然間又製造一個說 製造一個廠房 2025年會用的了 你現在運作的這間回收公司 招到你 你應該安排他們去那裏繼續做 就算它是一千零一間也好 一千零兩間也好 在這個公平競爭的原則下 你沒有理由不邀請他們入標 還有我夠膽說 這個環保回收的地方 你就算入標 你做的人有沒有這些技術去做 這間公司是溫了好一段時間 才掌握到現在這個技術 他不是這三年突然間石頭爆出來 不是 是過去十幾年他已經在做這件事 他們之前的廠房就是在這個洪水橋 洪水橋他們接著就申請到 橫州那個工業用地 他們才會再進一步去做這個回收事業 但你會見到政府其實是冷待香港很多回收員 就是經常說就是香港政府 就是每樣東西他們都沒有一些很長遠的方案 還有很多東西都是自己做眼前的東西 其實對於一個地區的施政 一個行政 你只是把前面的東西來處理 你沒有將來的 見步行步就是 因為很多時候我就是見步行步的PK 你見步行步你就出糧糊 我們香港全香港市民現在跟你陪葬 應該這樣說 其實就是說你叫做政府的 叫做架構的任期是四年 但只是我們剛才所說的回收業這樣 只是廠房本身預計的那個租約都已經六年 就是說我做回收還要做得長過你的任期 如果說不續不連任的話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回收是一個叫做長遠的工作 一個叫做長遠的回收鏈 而基本上其實你看到很多世界很多地方 其實都是自己的地方 自己做回收的行業 但是偏偏香港其實是有人有專才在 但是偏偏就是不肯去投放資源 其實又這麼說 我看回香港是一個叫做回收基金的一件事 它最高可以是給到一千五百萬的一個叫做援助 但是我看回Mailphone沒有份的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